如果说哪一部动漫称得上脑洞大牌 那多拉一梦绝对配拥有幸运 像吸尘垃圾桶 衣柜电视这些都只能算地理 因为大熊不仅发明了厕所冰箱 甚至就连人体实验也亲自上阵 这天静香家发生了猫狗大战 两只猛宠都想被静香抱在怀中体验一条龙幅 对位太大无法被抱的小多拉最能理解这种争宠之谱 于是他拿出一款超级混合机 将吸盘分别吸在猫狗身上 接着启动开关 一头猫狗兽就诞生了 这波骚操作别说猫狗不同意 就连静香也打出幻影拳要求退回出场设置 两人只好扛着机器回到家 正巧碰到爸妈在男女双打 只因老爸被鼓完电坑 买了个酸材缸回来 家里完全没有地方房 眼看老爸要被不可理喻的老妈气到要去离婚 大熊只能当个笑死人的大孝子 将酸材缸跟浴缸连接 两者合一变成了一款高大上的泡澡神器 为了给家里腾出更多空间 他们又打造了吸尘器垃圾桶 可以一边吸尘一边倒垃圾 还有一柜电视 不仅为家中省出了一个电视桌的空间 还可以在早晨忙碌时边穿衣服边观看 你以为这就完了 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呢 比如说老妈正在运衣服 竟凭空蹦出两片面包 再比如老爸要刮胡子 竟从刮胡刀中吹出风来 而最精彩的还要算家中凭空消失的冰箱 因为大熊将它混合进了厕所 边吃边拉味道极酸爽 气得爸妈就要男女双子 可两人仍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们偷偷盯上了神城的松树跟梅花 二话不说就改造成了开梅花的松树 之后开始疯狂作死 什么鞋脱水系 什么鱿鱼博彩 两人是玩嗨了 商家是直接要动手了 两人刚准备消停会 齐料虎夫二人又找上门来 主动要求借用神器 只见胖虎将风筝与游戏机混合 接着一款风筝游戏机就面世了 只可惜风筝会飞高 偶尔会影响游戏体验 于是胖虎人狠话不多 决定来一波法拉利自行车 可他刚要启动开关 车主竟及时跑路 让吸盘吸在了胖虎头上 不出三秒钟 胖虎人体自行车闪亮登场 难得胖虎会打不还手 而且小夫还是有仇必报小男人 于是一场无计划无预谋的复仇 当即展开 只见小夫一招难上加难骑上胖虎 带着他一路起飞 那速度生怕胖虎嘎得不够快 可当两人回到家 老妈却只拿出一个点心让两人分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两人一拍即合 直接来了个多拉大雪 这下就不怕发生抢食的残剧了 可两人吃完就产生了分歧 一个要减肥 一个要睡觉 于是二话不说就自己对自己动了手 也不知道到底谁伤得更重 在未来世界 再也没有人生输家 因为科学家发明了一款手表 只要将每天的计划输入进去 手表就会带着你强行自律 大熊小小年纪就老年痴呆 明明六点要看陆木动漫 七点才回过神的大熊追魂莫及 明明约了媳妇归房约会 却因忘记割了女友 就连老爸拜托他买的纪念币 也忘在了脑后 要知道 这东西一增值起码稳赚一个小目标 看着大熊为逃避责任 回房间当读书人 小多拉一秒便身负黑猫 拿出一块平平无奇的手表 并设置到八点的闹钟 接着将它带到了大熊手上 就等着对方变身飙割 果然八点一把 大熊就像过期牛奶喝多了精神出了问题 跳出了没有三两白酒下肚跳不出的感觉 原来这正是手表的功能 只要把要做的事情提前录下来 自己就会变成一句特别自律的魁 于是大熊二话不说 规划起明天的行程 小多拉建议他放学回家后要先学习 可学校学了一整天回家还学习 大熊表示做不到 虽然正常孩子都不爱学习 但手表会让他做到 于是两点学习 三点找媳妇的计划就这么快乐地决定了 为了给哥勒静香这件事道歉 大熊决定去找静香钱给他买点小礼物 毕竟这年代 女孩子就喜欢会点超能力的男生 之后大熊会慢跑锻炼身体 回到家后会先恶补露目动漫 接着泡个热水澡 最后吃个满汉全息结束一天 大熊照着满满的计划表 将一整天的行程输入到了手表中 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因为一向不会失眠的大熊 竟在凌晨两点钟时梦中精作起 并来到书桌前翻开了书本 大熊只当自己是梦游上了身 书桌当成了亲闺女 怎么都无法一开视线 他这才意识到弄错了上下午 顿时被自己蠢到开启了大眼特效 就算他使出乾坤大挪移这本古董秘籍想逃跑 也只能挪移到书桌前 当个烤钱苦读的熬夜学渣 但大熊并没反思自己上下午部分 反而怪其小多拉的二手道具从没靠谱过 终于挨到三点 大熊本以为自己可以睡个美容觉 可手表却要带他夜闯妹子温柔香 虽然他一直用右手攻击左手 疼的都是自己 但还是没能阻止想找妹子的手表 只见他来到礼品店 就垂了九九八十一下 被迫营业的老板打开门 听说只要区区一块口香糖 顿时芥末直冲脑瓜顶 也不管孩子今年才八岁 对着大熊的脑顶就是一套组合拳 大熊来到静香家时 虽然用手抓墙 差点翘起牛顿的棺材板 可他还是被送到了静香家门口 本以为大门紧锁 手表会知难而退 其料手表竟带着他飞檐走壁 并生生把他送到了妹子床边 静香原本在梦中夜会大熊 没想到一睁眼 大熊本熊竟出现在眼前 吓得静香以为 这是遇到了变态中的变态 眼看自己要被强行退婚 大熊顿时哭成了高压喷水枪 静香只好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听闻此话 大熊立刻发动超能力送上小礼物 而静香就喜欢如此物质的男人 可两人还没来得及深入交流 倒点的大熊就一脚地板油再次启程 因为在他的规划中 下一步将慢跑锻炼 之后他对着满是雪花的电视 看了个满足 六点半时 他一个猛子跳进了冷水浴池中 然后来到厨房干起了饭 爸妈看到早起的大熊 整个人都惊呆了 然而大熊最后的计划 是当个睡美人 可惜这个计划估计是不能完成了 在未来世界 只要对着别人拍照 就能一秒生产出对方的人皮服饰 而大熊之所以要当披着虎皮的熊 完全是因为大熊吃蛋糕时的一阵酸爽 正所谓牙疼不治药 小多拉建议他去看牙医 可大熊是一名根正苗红的文医色 变小耸逼 小多拉只好开启化疗模式 表示得了蛀牙 一个传染俩 一想到自己会掉光整口牙 颜值无法撑起整部动漫 大熊就一脚地板油杀到了牙科医院 可他还没挂好 就被医院恐怖的氛围吓到洒油那拉 并利用峡谷三表的敦草丛技能 成功躲过小多拉 然后一路狂奔 在街道拐角处撞翻一人 他刚要开门 就发现此人是他的曾孙世修 但此时可不是爷孙乐的时间 因为世修穿越时空是来避难的 原来他跟大熊同病相连 也得了蛀牙 多拉美知道世修怕疼不肯就医 就当了大忽悠 把他骗到古代之牙 可傻子都知道这明显就是骗局 因为电锯钻牙怎么可能不投 其料两人吐槽正嗨时 两个重量级选手就杀到了背后 多拉美掏出魔术手套 一把抓住了要逃跑的大熊 眼看同病相连的同伴要被电锯钻牙 世修二话不说套上挠羊手套 让多拉美爽到差点大小便试镜 这才给己方两人制造了逃跑时间 为了不再被抓去就医 两人才打造了虎服二人的人皮服饰 自从穿上虎皮 大熊觉得自己都能一拳一个小朋友 然而就在此时 小多拉两人找到了他们 并向他们请教大熊的藏身之所 两人一口拒绝 毕竟不能原地自爆吗 可两人奇怪地生陷 还是让两个重量级选手怀疑 此二人的皮囊下藏着另一副身躯 但苦于没有证据 可大熊刚狗命成功 小多拉就遇到了正牌虎服 顿时整个人都惊呆了 虎服二人更是二连猛逼 一个剑步就要冲上去正面刚 毕竟这年代 使用肖像是要副版全废的 只见胖虎骂一句 大熊就学一句 眼看四人就要原地开团战 小多拉只好用自己的蹲位站在了中间 因为他已有了简单粗暴印和有效的辨别方案 那就是开牙 毕竟伪装者可是有着一口大成牙 此招一出 大熊顿时慌了 一脚地板由直接开溜 还顺手甩出虎服二人的人皮服饰 将小多拉砸了个人羊马帆 既然阴招必定被识破 大熊便准备来点羊魔 直接带着世修躲到了静香家 作为高质量主妇 静香亲手为两人制作了冰淇淋 可一口下毒 两人顿时被冻到惊叫 看着两人再不止疼就要原地生甜 静香连忙去取止痛药 与此同时 小多拉也杀到了这里 为了不让两人再次逃跑 多拉美决定来点阴间操作 他们暗中找到静香 并向她解释了状况 静香表示全力佩合 她将大熊两人带到楼下 然后指着一间 不曾在家中出现过的房间 表示门后有惊喜 就在大熊打开门的瞬间 小多拉一个被刺 就将两人送到了牙科医院 他们这才意识到是遇到高丸了 而刚才进入的怪异之门 正是多拉美的任意门 眼看小多拉两人荤素搭配 今天吃定了自己 大熊只好使出最油腻的球猫手法 希望她能压下留人 奇料两人的这波行为 近以来同样前来看牙的小孩的嘲讽 正所谓不争馒头争面子 大熊两人立马换了副嘴脸 表示今天就休牙 谁俩我跟谁挤 看来她今天还是南陶殿剧钻牙的命运了 这是一条神奇的丝巾 只要带着她说一句想喝龙井 老老爸就坐上高铁 去山里采摘茶叶 再来唱一句望子成龙 学渣竟然奋笔疾书 有了当学霸的梦想 这一切 还要从一场明珍暗度的母亲节礼物说起 反正都是自己的娘 礼物糊弄下 也不至于不要自己这个娃吧 但小夫可不会错过这种炫富的机会 他认为母亲节是一场关乎母子双方的考验 打赢了自己就是掌中宝 打输了就成了垃圾桶里捡来的孩子 而他要用米其林三星主厨的菜 打赢这场仗 哈 好家伙 这谁敢不把母亲节当回事 没想到大熊今天成了欧皇 回到家就捡到了个盲盒 这么漂亮的围巾 谁捡到算谁的 大熊皮疙皮疙前去上购 显然一件命中了老妈的新疤 而老爸的玫瑰 更是命中了老妈全身上下随我的疤 随着蓝胖子回到家 围巾的秘密也浮出水面 这条围巾名为灰叶围巾 能够满足佩戴者的所有愿望 最主要的是 试用期间完全免费 不知道具已被偷走的蓝胖子 将盒子扔起了壁橱 而此时 冲海却有一只黑兔神秘出现 收到礼物的老妈心情倍儿爽 看到电视上播放的静岗茶叶 只是随口说了句想喝 老爸就出了门 老妈又是随口一句 望子成龙 好家伙 学渣竟然打破了 学不过三分钟的大熊记录 大熊和老爸如此努力的样子 蓝胖的直当 只是两人在母亲节突然开窍了 大熊拿着作业前去领赏 其了老妈在欣慰之余 话风一转 就前去院中杂草自由生长 院子是干净了 大熊也被榨干了 老妈欣慰之余 让大熊好好休息 老妈的话 现在就如同圣旨 大熊要让普通的休息 变成休息plus 直到此时 蓝胖子才注意到 老妈脖子上的围巾 蓝胖子惊胎了 不仅盒子空空如也 还收到了试用期过后 就收费的爆炸消息 谁让这是抢买抢买公司的产品呢 而这款围巾的售价 竟高达500万 试用期还有三小时 蓝胖子火急火燎冲下楼 刚好叫醒大熊商量对策 其了老妈又放出王炸 让蓝胖子去游记 送到北海道的信 此时的镜香跟胖虎 组成了音乐联盟 一位母亲们高歌一曲 唱到一个算一个 接着就遇到了蓝胖子 本应是扔紧油桶就完事的信 蓝胖子仿佛喝了二锅头 竟把自己塞紧这一大炮 硬生上把自己射向了北海道 回来的时候 倒是想起来又是一门了 蓝胖子拿着盒子找到大熊时 试用期刚好结束 听说要足足500万时 大熊脸都绿了 而且如果不付款 母亲节可能就会成为母亲的忌日 此时的老妈刚花完一年积蓄 买了一身大牌 之后就冒出两只黑兔子 但他们并非来抓老妈的 而是来抓获这名 前来收取500万的商家 因为此人是未来的诈骗师 而兔子们是未来的警察 这次是专门前来 处理墙买墙卖的 连走前还不忘问大熊 你下载反诈APP了吗 因为大熊的辛苦劳作 老妈今天过了一个 非常棒的母亲节 只是家中 貌似好像少了一个人呢 小夫一个拐弯 就与鬼打墙 夜色中的古装美女 又会是何方妖怪呢 小夫可是货真价实的土豪 安凤十三刚出就入手了 随手给蓝胖子一拍 再运用亚洲三大邪术PS 蓝胖子就成了真狸猫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大熊不会在乎他人的感受 其聊下一秒也中招 媳妇虽说小夫过分 但表情却不会骗人 大熊失恋了 蓝胖子暴力开门 觉得自己的猫生 受到了奇耻大辱 但丢了媳妇的大熊更伤心 蓝胖子要贯彻 有仇必报的用量传统 拿出狸猫机 让大熊来个cosplay 这不是在小学生胸无撒眼吗 但这并不是普通的狸猫装 而是魅惑装 比如传统中的鬼打墙 就是用了这套神奇的装备 大熊穿上装备 化身成狸猫 人畜无害地看着蓝胖子 蓝胖子惊胎了 可躲不掉的还是逃不掉 蓝胖子中招了 竟然真的认为 自己就是一头货真价实的狸猫 还高兴地在月下翩翩起舞 看来这道具果然名不虚传 蓝胖子都要气炸了 但大熊只想复仇 小福刚潇洒地走出几步 两名大汉只出见在身后 当大熊发出脑电波 小福就拐脚遇到不是爱 而是从未走过的陌生路 小福都惊呆了 可他显之心人人有知 此时出现了分岔路 周围还都是奇怪的建筑 小福生怕走失 决定原路返回 可诡异的事情出现了 小福再次回到分岔口 小福无助乱跑 又欲死胡同 这下小福真的怕了 可原路返回 再次回到死胡同 这下小福慌了 又回到了分岔口 觉得这辈子就这么迷失了 但在外人眼中 小福就成了喜剧人 小福无助地走着 此时日月交替 小福惊呆了 看案中灯火纷纷亮起 而小福的身后仿佛多了什么 小福嗷的一嗓子 就想回家找妈妈 小福无助地摔倒后 眼前出现了一处民宅 小福想亮出土豪身份 借出一碗 二话不说进了静香家 可在小福眼中 却是个乡间美女 小福提出药流素 都给静香整萌圈了 小福此时以饥饿交加 拿起洗脚水就一眼而尽 静香都惊呆了 毫不意外 小福中毒了 这下大熊爽了 因为有人要害真的 小福膀胱一扫 竟看到了一条尾巴 小福手指一挥 就要有仇报仇 静光天画日 看上了静香的裙子 可小福追人不看路 撞到了大猩猩 结果被一波送走 小福之仇一报 接下来就是胖虎了 然而一路跟随 大熊发动脑电波 胖虎拐角遇到的 也不是爱 而是那条熟悉的街道 胖虎同样来到了分岔路 可跟小福不同的是 胖虎对未知充满好奇 一路蹦蹦跳跳 体验探险的快乐 但大熊还有后招 此时夜色降临 胖虎同样来到了 乡间民宅 大熊总好准备坐等上钩 胖虎拉开房门 就看到了化身房主的大熊两人 大熊让胖虎别客气随便吃 其乐胖虎竟然挑食 掀起皮单瘦肉粥太弱 直接选择搜刮 这一口铜锣烧 两个小家伙破房了 胖虎选择一口闷 拍拍屁股走人了 蓝胖子可是相当护实 掉家被还之 胖虎潇洒地走出两步 就遇到大熊两人背后偷袭 瞬间破坏成两头巨型狸猫 但胖虎有个想当当的外号 一拳超人 胖虎只是抡起拳头 两人就下跪求饶 可结果却丝毫没有改变 活生生被打成了真礼貌 那么两人的礼貌装可爱吗